嗨朋友们,我们在亚布利春雪居山庄住了一晚,我们在携程网站订了两间房。 春雪居山庄是一处欧式乡村别墅建筑风情的酒店。 这是一家三星级酒店,位于亚布利滑雪场景区。 距离进入景区的快速路500米,距山门仅600米。 距离游铁路专线亚布利南站约850米。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亚布利滑雪旅游度假区是国家4A级景区。 酒店老板会去下车点接送,也可以直接在老板这里订滑雪和温泉的票。 亚布利森林温泉也在附近,老板也负责车接车送。 还包括滑雪服雪冒雪镜手套啥的,挺方便的。 山庄有小院,可以吃饭,可以玩雪。 站在春雪居山庄的院子内,高耸入云的大锅窥,二锅窥,三锅窥山峰尽收眼底。 如银蛇般,蜿蜒扑附于山间的高山滑雪道,仿佛就在眼前。 亚布利滑雪旅游度假区位于亚布利镇西南20公里。 距哈尔滨市193公里。 距中国雪香88公里。 距牡丹江市120公里。 301国道支县直达景区。 亚布利滑雪旅游度假区由长白山脉张广采领的三座山峰组成。 即海拔1374.8米的主峰大锅窥山。 海拔1258米的二锅窥山。 和海拔1000米的三锅窥山。 亚布利滑雪旅游度假区也是中国南极考察训练基地。 亚布利,俄语原名亚布洛尼,果木园之义。 清朝时期为皇室及满清贵族的狩猎围场。 亚布利镇,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志市。 位于上志市东南部,张广采岭西路,马沿河上游。 东宇游池朝鲜民族相提邻,南宇珍珠山乡相连。 西宇伟河镇接壤,北宇亮河镇交界。 2018年,亚布利镇区域面积410.04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有45498人。 亚布利镇地势南北高,中间低。 地形主要由马沿河谷地形成。 海拔高度在285至1374.8米之间。 有大小山峰11座。 境内最高点位于大锅窥山。 海拔1374.8米。 亚布利镇境内属松花江水系河流。 为马沿河及其支流黄泥河。 流域面积411平方千米。 占全市总面积的4.6%。 亚布利镇境内以探明地下矿藏。 主要有大理石、花钢石、石英石、龟等。 野生动物种类有十余种。 主要有紫雕、水塔、野猪、孢子等。 药用植物有三百余种。 主要有人参、平贝、五味子、四五加等。 食用菌及野生蔬菜类、姜果类、甘果类。 有木耳、蘑菇、蕨菜、黄花菜、猴腿、黄瓜香。 蓝电果、托盘、核桃、榛子等。 主要树种有红松、白松、蛆柳等。 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在高空。 你可以看到主峰大锅窥山在左边。 三锅窥山峰在右边。 二锅窥山峰在中间。 山顶有一条宽阔的滑雪道,叫银河道。 大锅窥山有北南极道、冠军道和星光大道。 亚布利滑雪旅游度假区由具有国际标准的高山竞技滑雪区和旅游滑雪区两大部分组成。 占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 亚布利滑雪场是中国最大的滑雪场。 前面的建筑是亚布利南站。 尖顶黄墙的建筑就像欧洲经典的火车站。 亚布利南站采用生长的设计理念。 建筑的整体造型突现中部崛起和四周平稳的两大含义。 建筑中部突出的钟楼。 预示着亚布利是哈尔滨中部崛起的关键地点。 站房采用欧式古典风格与现代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设计手法。 屋顶采用深灰色瓦片。 结合多层次的线角与古典塔楼。 充分体现欧式建筑的美感。 外墙主体采用暖色的涂料。 运用大面积玻璃木墙与弧形线角。 赋予建筑的时代感。 远端右侧的白墙是好汉泪水库。 亚布利南站站房长82.8米。 宽28.3米。 高19.81米。 建筑面积2186平方米。 站台长500米。 一站台雨棚长度为200米。 亚布利南站站地面积为15800平方米。 其中后车大厅面积为940平方米。 可容纳旅客1000余人。 不幸的是今年冬天南站不运行。 所以我们坐高铁到亚布利西站。 朋友们,我们对酒店很满意。 房间干净又温暖。 酒店右侧的这部分是餐厅。 山庄用餐虽然有点贵,但味道挺不错,分量也很足。 亚布利旅游滑雪场为中国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型旅游滑雪场。 拥有高、中、初级滑雪道15条。 越野滑雪道1条,总长度30公里。 旅游滑雪缆车三条。 拥有世界最长的2680米夏季滑道。 为游客提供高山滑雪。 越野滑雪、雪橇滑雪、雪地摩托。 狗拉雪橇、马拉雪橇、湖上滑冰、堆雪人。 雪地烟花篝火晚会等游艺项目。 还辟有儿童滑雪娱乐区和风车传统滑雪区。 同时,设有雪具出租店和滑雪学校。 山顶、山腰、山下设有多处酒吧。 快餐店、购物中心、红十字救护站。 以及长途电话及卫星电视等服务配套设施。 旅游滑雪区及风车山庄。 是由中国国际期货经济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世界级旅游滑雪胜地。 风车山庄地域辽阔,四季景色宜人。 全年对海内外游客开放。 1996年2月4、11日, 它曾作为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亚布利运动员村接待过来自亚洲各国、雪上运动价和国内外游客。 亚布利森林温泉酒店规划面积5万平方米。 市级宾馆、温泉水疗、汉征、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养生度假酒店。 四级阳光温泉。 大厅占地12000平方米以上。 是东北地区最大室内温泉馆。 朋友们,冬天驾驶无人机并不容易。 我们的手会因为极度寒冷而感到疼痛。 亚布利风大,无人机不稳定。 无人机电池在寒冷环境下无法持续很长时间。 所以不敢飞太远太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